中鋼 中鋼從民國1994年 驗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的要求 正式成立水環境巡守隊 那就是負責沿水港溪從沿海路到出海口 這一段約3.5公里的整個巡守 那就是他巡守的項目包括整個緊急通報 還有垃圾的清除 這個都是我們日常在做的 那請大家左手插腰 那右手借我 那我們今天的林在愛指令呼喚的是我們的救生衣 那撈取漂浮物應該確實穿著救生衣 好 撈取漂浮物應該確實穿著救生衣 好 林在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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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工作呢 早上呢就是我們先做完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林在愛指令呼喚之後 那我們就是開始執行我們一天整天的工作 那平常的工作呢 我們是負責撈取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中當的這個AB碼頭 包含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交法 它是負責我們60米河道 到那個東南角這邊所有的河道 那個一些廢棄物的一個侵運處理 那除非我們有另外有發現到說 比如說今天有煉乳有肉油 有肉油的話 那這個我們就會額外再處理 那或者是說 比如說有更換要 藍油所要更換的話 那這個我們也是要去做一個更換的 或者是維修的一個動作 因為它這個是跟一般民間比較不同的地方 是中鋼集團企業巡守 水環境的巡守隊 它有負責的有岩水港溪 還有海域中鋼碼頭這邊 所以我們有一艘那個環保清潔船 比較大的是負責海域的清潔 那比較小的交法 因為它的作業比較靈活 它就是一直往上游 到我們的那個東南角那邊 整個是它的作業區域這樣子 他們一上班就是 要負責整個區域的那個清潔跟維護 因為它是承受整個小港地區的生活污水 還有整個工業區的廢水 我們巡守隊最主要是守護它 不要讓它 雖然知道它水質 已經低於那個污類水體 它是污染滿嚴重的 但是我們就盡量 降低它尤其在垃圾還有漁屋這方面 我們盡量消除它的污染 讓整個碼頭區 下游的碼頭區 能夠變得比較乾淨 讓整個作業 尤其是我們高雄港是國際港 如果說從這邊有漁屋垃圾出去 這個整個對於我們的這個形象會影響很大 中鋼是一個綠色企業 尤其在我們社會環境報告書裡面 都有揭露我們在整個環保方面的努力 尤其我們的那個沿水港溪 剛好是沿著中鋼的廠區外圍 那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我們是認為 因為其實很多這些 我們除了那個漂流木以外 大部分都是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其實我們民眾可以 如果說能夠自主性的 不要亂丟垃圾 尤其他是從上游一直匯集過來 如果民眾如果多加一點這種 愛護地球愛護環境的這種想法的話 我們想說這條河川不會污染這麼嚴重 每天都可以幫庭 我們想說這個